2018台湾设计展已经连续举办16年 目前正在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展出 台中市文化局为了促进台湾跟泰国之间的设计交流 2018年9月5号 特别在文化资产园区的时尚选物店 举办人人都是设计师 台中印象彩绘碑抽奖活动 台中市文化局主任秘书杨毅珊表示 这次特别邀请知名网友插画家王子念 展馆插画家吴泽轩跟李良根 在现场即兴创作示范彩绘碑子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吸引民众前来参加一起创作 而活动一开始 还有精彩的传统泰国旗服舞表演 插画是一个创意很大的一个展现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插画的活动 能够吸引到更多有创意的民众 一起到这个场域来进行共同的创作 或者是个人的创作也好 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非常厉害的插画家 把他们的作品在这边做一个展示 也算是一个抛育影 影更多的育影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来共襄胜举 泰国航空代理旅行社代表 易泽阳也表示 这次跟台中市文化局合作 送出200张价值7000元的 泰国来回机票 只要来参观台湾设计展 并且到时尚选物店消费 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让喜爱设计的民众 有机会到泰国享受设计文创之旅 泰国航空也为了能够让更多的 这个泰国的朋友还有台湾的朋友 能多增加一些实际的这个设计领域的这些交流 所以提供了这个机票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活动更能丰富 更能这个展现一下 台中市文化局表示 这次参与活动的画家 利用各种不同手法 展现台中特有的设计精神跟风格 活动期间只要到指定的三大主题会馆 跟时尚选物店四个地点按赞打卡 主办单位就会赠送纹身贴纸跟摸彩券 就有机会抽中电动机车 台中特色糕饼跟文创商品等丰富大奖 民众不妨抽空到台湾设计展 跟时尚选物店参观 看设计又能拿好理哦 记者肖又金 杨静 台中报导